什么学历 我是中专学历 你有多高 也就是1米5吧 你是大专是吧 是 你有多高 1米84 你弟弟多高 我弟弟1米856 我比你还高 对 你觉得你的弟弟 他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 你这个做哥的认为是般配的 大概相同的同学 跟他就是一样 找他这样的可以吗 也可以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因为我的爱情观 那个 那个 我的爱情观 是只找好欺负的 不找好的 不是 我告诉你 其实啊 他根本就不怕你说 我带着孩子要跑 他觉得你是跑不了的 你看你个儿又矮 长得又一般 中专学历 能找我这1米84的大专 偷着笑吧 你还能跑 他有这种优越感的 如果他没有这种优越感 他大概是不会这样欺负你的 说他愚笑 那是夸奖他了 他何曾自己 轻力轻微地做过 孝顺母亲的事 或者是调解婆媳之间的关系 洗过衣服做过饭 他没做过吗 你说他在自己弟弟面前很仗义 那也是错的 他也不仗义 他给弟弟的那些钱 没有一分是自己挣的嘛 他要么就是儿子 读幼儿园的钱 要么就是父母的钱 又不是他挣的 他好歹 如果能多挣点钱 拿自己的储蓄 不经过老婆商量 支持自己的弟弟 好歹还说得过去嘛 他既不是愚笑也不是仗义 他就是一虚伪嘛 我说一句话你偏不爱听 你的弟弟一个大学生 毕了业之后 还躺在自己哥哥和嫂子租住的房子里 傲吃懒作衣服不洗碗不洗天天两三点钟 你说他自觉吗 他是一个有素养有素质的大学毕业生吗 你不觉得一个女人跟你说 一个一米五的女人 中专的女人 跟你一个大专的一米八四的男人说 我不要跟你过了 我宁愿一个人带着孩子 当寡妇一般的丧偶事回你 我也都不要跟你过了 你不觉得你活得很失败吗 如果但凡是你今天是要求他回来 你就承认点错误嘛 我做得不对嘛 但是你没有啊 如果一个大学生读出来 不知道体谅别人 不知道自立 你说这样的人读书有意义吗 为什么你找的个媳妇 就可以不要房子 可以跟你结婚 即便是跟婆媳有矛盾 我躲出来 而你的弟弟就偏偏要嫂子来照顾 要你来出恋爱经费 要把家里所有分的钱去买婚房 可怜啊 有的时候想起来真可怜啊 不觉得你不能给自己的孩子和妻子好的生活 甚至不能给他买进衣服 你不觉得自己很失败吗 这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不知道羞耻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自己的无能 你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在家庭 没有担当起责任 反而在这夸夸自谈 短期身内是不用回去 我觉得你刚才那句话说的还是很有底气 我宁愿自己带着孩子 也好比我现在带着孩子在伺候两位爷 要轻松的多 就像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形容 就这种人就是 他只是个男的 他不是个男人 想做男人 你就尽快地把自己的道理拎起来 懂得疼人 懂得承担 懂得顾好自己的这个家 明白吗 就这样啊 明白 好 谢谢佛老师 生活不能偷奸耍华 就有些人因为自己特别聪明 我找一个听我话的 听我话呀 容易哄啊 条件可以差一点 没事 去回家里好欺负 未来的日子好过呀 好伺候我呀 对吧 就在生活里面 永远一个偷奸耍华的态度 来面对生活嘛 这就是你嘛 挺好的 带儿子走吧 离不离婚再说了 你先至少让他知道厉害呀 生孩子我还说 怎么娘家那点钱 拿来一家 我现在后来我 琢磨过伴来了 那三千块钱 是人家爹腾闺女 就买营养品的钱 赶紧拿去了 是吧 我一开始认为是他懒 在家里不做事 婆婆看不上 后来我听明白了 一家人憋着气 欺负他一个人 走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经过老师们的 给我这么教导 我知道了 我的心里面啊 在以前我的心里面 我是把你放在 放在家人之外 那个我想啊 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陪你一起 度过以后的 每天每夜 你说你带孩子累 我可以陪你一起带 你说不愿意 把户口牵过来 我可以跟你一起 我也可以给你的天井柱 我只希望你能 给我一个机会 给我们俩未来 来个机会 还有啊 你不说你要羽绒服吗 你觉得我 会给你买吗 会 我绝对会给你买 在现场 我现在就跟大家保证 到回去之后 我肯定给你买一个 长款的 暖暖的羽绒服 我的天哪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那好好想想吧 就 就这你还好好想想 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说 你觉得我会给你 买一件羽绒服吗 我会 我要给你买一件 长款的 暖暖的羽绒服 它就一米五 那长款也不会 跪到哪儿 我的天哪 就这还要考虑啊 行了 你们回吧 谢谢两位 请回 来来来 请关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